你是在找我吗 等一下 你不是云葵 你是谁 你究竟是谁 我当然是云葵 你不信的话 叶鸣整身干吗 你这么紧张啊 是因为我吗 请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情况 方捕头 辛苦你跑一趟来 起初不知那小公子的身份 见他鬼鬼祟祟在罗伊氏房门口 便以为他是贼人 后来才知道 他是一华家的药童 我带你去 和他说 每天都好 学生 不知是 我 我 是 是 又要灵溪 画什么呢 老板娘 你不懂 这是艺术 方普都来了 难道是因为那两个人 一华 我来吧 好 老板娘要动用私刑的话 好歹知会一声 毕竟打狗还要看主人 更何况 当初捡他回来的时候 可费了不少力气 我来吧 走吧 我什么时候对他用私刑了 喂 叶家一除再无后患 来 贤弟 珍藏了好酒 今日与你共饮 来 坐 坐下说 如今这银猪盆的生意 就归你我共有 来 没人面就靠你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来 那个 你把药给我吧 还是我来吧 没事我来 你不用寻接吗 你不用寻接吗 嗯 嗯 那个 你忙吧 我去寻接了 哦 你就不能想正想地挽留一下 啊 你说什么 哦 没事 那你忙 我 我去寻接了 嗯 你这家伙哪里来的 除了擅长闯祸 竟然还会变脸 这些天剑的人里啊 也就这俩小有几分姿色了 嗯 你想让我带给你的 顺道让我问问你 咋见清楚没有啊 哎 你说 慕容山庄的少庄主 到底是会娶 只妇为婚的未婚妻呢 还是青梅竹马的小师妹 嗯 我跟你说 外面的赔率越来越高了 得抓紧下注 你能不能吃完了再说 小姑娘家家的这么不讲究 这个奖子讲究啊 你让她用全部家当 去买少庄主逃婚 真的假的 我去 这不少庄主吗 她她她她她怎么 和男人这么亲密 所以知道少庄主为什么逃婚了吧 她根本就不喜欢女人 但她也不一定会逃婚 搞不好她骗婚呢 那我就把这幅画表好送到她婚礼上 谁让她不知廉指欺骗小姑娘 我发现啊 你不仅仅是名副其实的八强哥小女人 还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光和妇女之友 什么八强哥那么难听啊 哎呀 我这叫观察生活你懂不懂 懂懂懂 要没我这么细致如微的观察 你们能有这么多小道消息吗 这些都是啥呀 这你鲜坏的八卦 不会吧 今天我就让天洛哥好好看看 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怎么还把门关上啊 天洛哥干什么呢 起来 嗯 难道 哇 没想到 天哥哥身材正好 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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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已经有点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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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 别动 依你之见 这种情况 像是疫症或是梦游 二者症结根源不同 没有确定之前 不可胡乱下针 何况打赌书给罗英年以后 我已经许久不动真了 他这样的症状 我也未曾见过 这样吧 我且再回去看看医书 有了眉目再来找你 慢走 多谢 没事 你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啊 你说什么 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 我去醉生阁 其实是想去帮你忙的 你能帮什么 你不是和我说过吗 镇上的医馆 都是因为那个叫罗英年的医师 倒闭了 所以我跟踪了他几天 就是想查清楚 他到底有什么秘密 可是没想到我搞砸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怪我 给 这 将这几宝安神茶 给灵溪公子送去 快去快回 嗯 灵溪公子 了 了 了 紫瑜 非礼物洞 你这药桶好生物 你怎可如此 你都敢光天化日 干这样的事 我怎么就话不得了 胡说 我和一华大夫之间 总有个乐举之事 你分明是污蔑 你忘了 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 今日午时 你和一华大夫 在隔壁相仿耳鬓思磨 住口 休要胡言乱语 毁了一华清云 你大手一身 将其暗躲在圆桌之上 忍住口 你疯了 你知道我的手多金贵吗 我以后还怎么弹琴啊 他这病症 来得快去得也快 毫无章法可许 书中也并未找到相关记载 难道 真的只是巧合 父亲曾说 这本药王手札能解世间一切疑难杂症 云归的情况说不定也有所记载 只是 这些古怪的文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丁华大夫 云归又闯祸了 对 走 走 别中了 会不好看 你看 来这么多人 你说怎么收场 你放心吧 我自然会解决好 陪礼道歉都没用了 怎么解决 我的礼 还可受不起 怎么着 二位 灵溪谈不了情了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客人们可都到齐了 我可不想再今晚打了招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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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你放心吧 你这招牌 还能挂很久 再来啊 你慢点慢点 三位客官安排个雅各 这边这边 好可爱啊 最想到最深的不再能听取 还能看舞剑啊 我不行了 还有别的才艺没有 他这舞的哪是剑呢 他这舞的可是姑娘们的春心呢 你说你从哪找来这么个宝藏 你卖给我呗 开个家 别这么小气嘛 说真的 从哪找来的 鬼门关 你 你放开 你干嘛 你松开 你生气 是因为我烧了灵溪的画吗 我这么做 随我的道理 她画了一幅画 那又怎样 灵溪本就爱丹青 可那幅画的内容 玷污了你的明节 她画什么我不在乎 但是有关于你 便容不得她胡来 天干雾 走 小心火烛 天干雾 然后再拍摄 走 来 我开灵溪 不知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要不知 再拍摄 你 今天 感谢观看 音乐 你睡不着吗 等你睡着了 我才能安心出去 看来只有我一个人睡不着 听说失眠的时候 背背书 效果还挺好 心者 君主之官也 神明出烟 废者 相父之官 智节出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 你看看我的手 你看看我价值千斤的手 都是那个小丝弄的 而且 我想想我这来气 而且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他竟然敢威胁我 那云归我评里 看着性子挺温顺的 还会威胁人呢 怎么威胁你的 都说 你天生一副好嗓子 是这最生格的头版 不过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味药 叫优优独播剧场 生时过量 便会质压 其伤害 终身不可逆 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 从今以后 不该做的事情 就别做了 岂有此理 不知道你是我 陪他小姐照着的人吗 敢这么欺负你 他们那个 老板娘 怎么胳膊肘 朝着外人拐啊 诚如你所见 我在他眼里 就没成过那人 你别着急啊 你这委屈不白说 我现在就 我回头一定替你报仇卷 算了算了算了 我呀 还是踏踏实实赚银子吧 这样才能早日离开最深格 这个破地方 谢谢 人有心甚两伤 一旦觉自己之身分而为两 自己之身分而为两 他人未见而己度见之 人已为离魂之正也 凡是离魂正之恩 多经大悲大喜 逼出了另一种性格 这倒是 这倒是与云归的症状相符 有患离魂正者 已滋补肝肾 阳血安神 可搭配涉魂汤足以治疗 涉魂汤 找找这个方子 好 依依 包括书家下面的大红箱子 对啊 我看此物有些年头啊 还能支点银子 所以拿去当铺 什么啊 立刻马上 找不一箱子你别回来了 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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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是怎么回来 带马上 你到底什么啊 好呀 就是 那是 也走开 精彩在后面 怎 怎么 林翔都跟我说了 古人云非礼物事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形状 你还是不是个女孩子家了 我都知道了 我承认我那天是偷看了 但这件事错不在我呀 谁让田哥哥你长得又帅 身材又好 我保证 如果那天洗澡的人换成林翔的话 我绝对坚守底线 看都不会多看你 田哥哥